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中东执行,今22日到访以色列,并在以国国会发表演说,除表明川普政府不会承认伊朗和协议外,还为以色列带来大礼,宣布将于明年开放耶路撒冷大使馆。 综合媒体报道,彭斯将伊朗和协议形容成一场大灾难,直接表明川普政府绝对不会承认该协议,并将采取措施限制伊朗发展核子及弹道飞弹,全力支持以色列,敦促巴勒斯坦重返谈判桌。 彭斯指出,美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周推进开设耶路撒冷大使馆计划,预计明年开放。 彭斯表示,这是川普为了美国的最佳利益所做的决定,美国相信这是往和平方向的最大推动。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·Penjamin Netanyu对此表示感谢,并承载耶路撒冷开设大使馆具有历史性意义,同时强调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牢固。 巴勒斯坦谈判代表阿什拉维·海南尔什罗伊以荒谬一词形容同时访问以色列并支持和平进程,认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就没有资格谈论和平进程。 从来临听说呢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